插针形 打断腿 脑门砸钉 被电击 想逃跑 被抓回 直接就是一颗花生米 而这些情况在缅北诈骗园区里时常发生 这群人被称之为猪仔 他们被各种高薪骗到缅北的诈骗公司 成为里面的一只任人宰割的小猪仔 从事诈骗行的 他们被圈养起来困在一个园区里 那里高墙电网 保安鹤墙实弹 迈入公司的那一刻 他们的人生彻底被改写 即便目前警方的反诈宣传做到如此完善 可依然有人做着赚钱的美梦 不顾一切的前往棉被 而我们的男主潘生便是其中一位 他今年29岁 是某家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工程师 从毕业到现在 潘生精精一业为公司奋斗了6年 但没日没夜的工作并未换来等价回报 相反的本应是他的晋升机会 却被公司关系户抢走 这一刻潘生释然了 决定从公司离职 临走前 潘生黑入公司网络 直入木马软件 之后 潘生收到新加坡一家游戏公司的邀请 担任公司技术顾问 月薪高达5万人民币 潘生想都没想直接同意 他收拾行李 与游戏公司代理阿财见面 坐上了前往新加坡的航班 潘生颇有心机 他怕出国被骗 提前入侵了阿财的手机 获取里面的信息 并未发现异常以后 潘生才放下心来 殊不知 阿财手中有两部手机 飞机上除了潘生以外 还有几位其他刚入职的同事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 飞机抵达泰国 接下来潘生他们需要在这里进行转机 在此期间 阿财已帮他们办理转机位游 收走所有人护照 跟着便带众人暂时离开机场 声称带他们去看表演 大家没有怀疑 便跟在阿财身后 来到了红灯区 可没想到几人的噩梦就此开启 在穿过一条胡同时 大家被几名壮汉堵住 打倒在地戴上头套 潘生见识不妙 拔腿就跑 可惜他人生地不熟 终究还是被阿财擒住 戴上了黑头套 等潘生几人摘下头套时 已经被送到了诈骗园区 潘生几人意识到不对 想要离开这里 却遭到各种无情的殴打 在暴力的胁迫下 他们只能乖乖听话 潘生所在园区的负责人路径里 表面和蔼可亲 实则心狠手辣 且麻木不仁 随后潘生在陆经理的带领下 参观了园区的产业 这里从诈骗博彩载到洗钱 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裸疗服 陆经理从大陆 骗来一批美女模特 充当自己的性感客观 反正只要能赚钱的买卖 陆经理是一样不落 因为潘生是新人 所以他被安排到提降组 这个组底信八千 业绩超过三万 千五提成 主要工作就是聊天拉人 潘生不想成为诈骗团伙中的一员 吃饭时公然反抗陆经理 结果换来的便是阿财 枪指脑门 潘生当场被吓傻 只能乖乖服从 在这里不服从管教者 换来的就是毒打 试图逃跑者 直接被电击关狗笼 潘生看清楚形势 只能选择暂时接受 日后再找机会离开这里 白天潘生在园区工作 晚上他们会被送到一处 学校的体育场睡觉休息 潘生在体育场 见到了被关狗笼的小白 此刻他被打得鼻青脸肿 精神已经恍惚 哪怕是这样 这群人对他依旧没有心词手软 一声声惨叫 仿佛是在警告其他人 不要试图逃跑 第二天 认错态度良好的小白 被放了出来 潘生主动接近对方 小白得知潘生也想逃时 连忙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随后一天的工作开始 为了寻找客源 提降组开始广泛撒网 在此期间 潘生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 他悄悄地撕下一个纸盒 写上求救信息 前往厕所 打算顺窗户扔出去 却发现窗户被完全封死 潘生脚踩小便池 想要将铁丝网拽下 没曾想脚下一用力 小便池被踩碎 水管瞬间爆裂 整个厕所乱成一团 就在潘生不知所措之时 厕所隔间里走出来一个女人 捡到了潘生掉在地上的纸条 此人名叫安娜 是在线性感核观类的一员 安娜没有举报潘生 反而是劝她老老实实工作 完成500万业绩就能回国 潘生问安娜是不是跟自己一样 也是被骗来的 后者表示并不是 安娜没来诈骗园区之前 是某娱乐公司的知名模特 本来她有着光明的未来 但一则上门服务的小广告 却葬送了她的大好前程 安娜向领导解释 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 可领导为了公司名誉 还是将安娜辞退 失去工作 没了生计的她 开始想办法赚钱 安娜在朋友的引荐下 接私活拍摄广告照片 等到了拍摄酒店 安娜才发现 这根本不是广告拍摄 扭头离开房间 中间人急忙追上安娜 要求她赔偿违约金 就在安娜进退两难之际 安娜之前的朋友出现 帮她解了围 随后还给她介绍了 这份网络荷官发牌的工作 月薪10到15万 面对高额酬金 安娜心动了 在明知可能会有危险的情况下 依旧收拾行李 前往缅北地区 来到了陆经里的诈骗园区 可安娜不知道的是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一起针对她的圈套 什么中间人好朋友 全是陆经理手下精心安排的 只为让安娜上钩 安娜来到诈骗园区 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她想要离开 陆经理给其开出条件 业绩超过500万 可以拿护照走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安娜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拼命工作 想要完成业绩 其实安娜知道 与其逃跑被揍 不如老老实实的工作 难道说完成业绩 陆经理就会放安娜离开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时间回到现在 安娜劝潘生老师工作 潘生听闻 答应把安娜完成业绩 不过她出去以后 要帮自己报警 安娜觉得潘生 是在异想天开 就在这时 陆经理手下阿财出现 开始敲门督促安娜 后者将潘生藏于隔肩 自己出门应付阿财 阿财对安娜非常好 得知她来生理期 还特意帮其拿了卫生棉 从这里不难看出 阿财喜欢安娜 这一位后来 她放走对方 埋下了伏笔 阿财让安娜回去 怎样厕所里的潘生弄出声响 阿财立马进去查看 着急的潘生 急忙将纸条扔进马桶 却发现没有水 无奈潘生 只好从水中捞出纸条 活生生咽进肚子里 这才勉强逃过一劫 为了帮安娜完成业绩 潘生拼命工作 终于有收获 钓到了一条大鱼 此人名叫顾天芝 是一位典型的富二代 她虽人钱多 但并不傻 硕士毕业 头脑灵活 喜欢研究算术 顾天芝创建了一个工作室 与同学一起赚些小钱 一次机缘巧合 顾天芝看到了潘生 发来的赌博信息 顾天芝本身就喜欢研究博彩 在好奇性的驱使下 顾天芝下载软件进行了注册 最开始顾天芝把把都赢 逐渐开始上头 研究王赌背后的逻辑 以及赔率算法 并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依靠这个顾天芝又赢了一笔钱 可老话说得好 聪明反备聪明物 顾天芝再会算 也控制不了庄家设置的赔率 就这样 顾天芝在赢几天后开始输钱 他想捞回本钱 只能不断砸钱 久而久之 顾天芝深陷赌博的死循环 无法抽身 手中继续输完 顾天芝开始借贷 在连续输了十几万以后 顾天芝成了潘生的重点关注对象 他用带有安娜头像的微信号 联系对方 谎称有内部消息 可以带顾天芝玩 最开始顾天芝警贴性很高 并没有跟进很多 直到确定内幕消息是真的以后 顾天芝胆子越来越大 他筹集了一笔钱 打算玩把大的 一局赢回来 顾天芝的女友小宇 感觉顾天芝有些不对劲 得知他在赌博以后 试图进行阻止 可惜此时的顾天芝已经疏红眼 不听任何人的劝解 很快催债人上门 事情闹到家里 父母知道了这件事 经过计算 顾天芝前前后后搭进去一百多万 好在顾天芝父母手中有钱 帮他填补了漏洞 本以为顾天芝会就此痛改前非 然而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深陷泥潭 还完债款 顾天芝立马卖掉自己的车 跑去奶奶家 偷他的首饰换钱 很快顾天芝母亲发现儿子还在赌 便将其锁在房间 不让其出门 怎样顾天芝却以死相逼 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把他放出来 顾天芝跑去父亲房间 从保险柜里拿走手机跟现金的同时 还把自己名下的房产证一并拿了出来 顾天芝将房子拿去抵押 前前后后筹集了800万人民币 顾天芝要来把大的 陆经理得知消息给潘生出招 来了招欲擒顾纵 陆经理让潘生告诉顾天芝 最近风险太大 建议他先玩把小的 不要太贪心 顾天芝哪里会听 他一再坚持要加入其中 就此顾天芝成功上钩 第二天 他根据潘生提供的内幕 全部缩哈了进去 结果可想而知 顾天芝不仅输了 就连微信也被对方删了 直到这一刻 顾天芝才幡然醒悟 自己被诈骗了 这时父母和小雨找上门 顾天芝无愧见他们 一时想不开 虽然及时送医 但也摔成了植物人 什么时候醒来 还是个未知数 与此同时 收到钱的陆经理 第一时间将钱 分散到数百个车队的账户 然后安排车队 利用手中银行卡 将钱取出来 经过统一洗白 换成美金 装进轮胎里 偷运到棉被 其实警方这边通过监视数据 也发现这笔诈骗交易 因为全国各地都有车队 所以公安机关只能追到三级卡 四五级卡 分散太广 根本无法追踪 而且这伙诈骗犯 行动非常迅速 几乎是在十分钟内 便将八百万洗白 然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警方根本无处查证 也抓不到人 陆经理收到钱 大百庆功宴 以及放鞭炮 有传闻称 在缅甸北部的诈骗团伙中 有一种风俗 每成功诈骗五十万 他们就会放一束爆竹庆祝 一个亿则是放烟花 而在这爆竹和烟花的背后 却是一个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潘生站在人群中 看着大家举杯庆祝 他变得有些恍惚 好像整个诈骗园区 只有潘生一人 感觉这种事不对 而且还触犯法律 其他人却似乎已经麻木 随后的庆功宴上 陆经理吩咐手下 将手机分发给大家 允许他们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可怕的是 手机到手 没有一人报警 陆经理带领大家玩游戏 他将几袋子钱全部撒到地上 每个人拿筷子夹 夹多少算多少 整个园区都陷入疯狂 作为整个事件的大功臣潘生 只拿走一张装进口袋 完成业绩的安娜想要离开 却被陆经理叫到了办公室 明理案例想让安娜留下 成为自己的情妇 如果不肯 她还需要赚够2000万 才能够离开 安娜不同意 就在双方对峙过程中 潘生突然敲门 想要跟陆经理合作 他设置了一个动态口令 可以将陆经理的手机 设置成唯一能访问服务器的终端 密码连续输错三次 服务器就会自动格式化 潘生想创建一个自动化程序 把人工客服功能全部放在软件里 这样就能把提降组替代掉 省去一大笔人工费 陆经理非常欣赏潘生 决定就按照他说的吧 潘生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是有着自己的打算 自从提出软件程序以后 潘生也从体育馆搬到了单间 他拿出那张纸币 将报警号码写在了上面 潘生打算找机会将其花出去 以此获得一线生机 次日潘生等人被诈骗园区的人 带去闹市区拍照 发给家里人报平安 路上安娜发现潘生手中纸币奥秘 特意跟他要了过来 因为阿财的关系 安娜活动不受限 所以他有机会花出去 自从安娜知道无法逃脱以后 心中也萌生出逃跑的念头 并在暗中与潘生合作 很快大拔车抵达缅北闹市区 手下拿出手机给众人进行拍照 潘生全程拍照手上摆出6的姿势 随后众人来到咖啡店休息 安娜拿钱购买咖啡 她的心中忐忑不安 服务员看了一眼纸币 表示他们不收美元 安娜听闻准备离开 一转头不小心撞到一位顾客 对方手中咖啡 连带着安娜的钱都掉到了地上 阿财健庄立马过来打圆场 服务员清理现场 捡起地上的美元 招呼离开的安娜 后者心头一紧 关键时刻潘生站出来 从服务员手里把钱拿过来 装进口袋 这才化解这场危机 回到诈骗园区 潘生看到陆经理正在晒钱 用对方的话说 钱不拿出来晒晒就发霉了 整整一院子的钱 而在这背后又有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呢 陆经理带着潘生进入正降组 也就是技术部担任新的组长 全力研发软件 而提降组的人就此失业回家 潘生和小白告别 临走前潘生将手中钞票交到了小白手上 原来潘生建立这个程序软件 遣返提降组的人就是为了这个 本以为一切顺利 可没想到陆经理并没有按照约定 将小白等人放走 反而是以三万块一人的价格 卖给了隔壁的诈骗园区 潘生得知真相以后 整个人都麻了 另一边 小白还在路上憧憬着 回国以后的美好生活 殊不知 厄运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车上的阿财 没钱买烟 便从他们身上搜刮 好巧不巧 潘生的纸币被发现 就这样 小白又被带了回去 阿财把钱给了陆经理 后者立马召集大家开会 找出美元真正的主人 在陆经理的不断施压之下 安娜和潘生同时站了出来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如果不给两人一点教训 恐怕陆经理以后就没办法服众 所以陆经理安排阿财 对安娜是以酷刑 小白脑中插入钉子 潘生则被打断腿 小白躺在地上哀嚎 惨叫声响彻众人心头 陆经理毫不手软 拔枪送他 归了西 然后吩咐众人开工 潘生被关进狗笼 安娜则送去其他地方工作 路上他认为自己恐将九死一生 所以找机会跳车逃跑 事发突然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安娜就已钻进人群 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娜直奔警察局而去 殊不知 当地警察与这群诈骗团伙都有往来 就这样安娜刚到警局 就又被阿财接了回去 这里警察拨通的不是陆经理的电话 而是另一个人 从这里不难看出 在陆经理的背后还有着一位大佬 阿财将安娜带到河边 套上麻袋 装上石头沉进水中 阿财全程录下视频 等到视频录完 阿财又将安娜打捞上来 送上一艘船 并把护照还给他 放弃离开棉被 阿财这么做 完全出于一个字 那便是爱 就这样 安娜逃离这个恶魔般的地方 而阿财拿着视频回去交工 谎称安娜处理完毕 另一边 自从男朋友事件以后 小宇便加入反诈志愿者队伍里 在此期间 他结识了警局反诈负责人赵支队 学到了很多知识 赵支队也告诉小宇 目前警方正在权力侦破案件 这晚 赵支队送小宇回家 路上在等红绿灯时 遇到一个男人 在挨个车 发放小广告 小宇拿起来一看 发现小广告上的照片 居然跟诈骗男朋友的那个人 一模一样 赵支队得知消息 立马下车 将分发小广告的人抓捕 一路顺藤摩瓜 查到了印制小广告的工作室 通过负责人 找上安娜的好朋友 将其逮捕以后 警察前往安娜家了解情况 刚好这个时候安娜回国 一到家 发现警察也在 对警察的不信任感 顿时油然而生 吓得他立马夺路而逃 警察急忙追上他 在他们的吉利安抚下 安娜才勉强稳住情绪 最开始他不愿配合工作 直到赵支队 带着他听了许多受害者的故事 以及见到小宇男朋友以后 安娜才愿意配合 说出缅北诈骗组织的情况 有了安娜的配合 一场跨境行动 正式拉开帷幕 中国警察在缅甸没有执法权 只能借助当地警察的力量 与其协同作战 捣毁诈骗窝点 与此同时 潘生被关在狗笼里 他暂时还不能死 因为程序是他研发的 所以有些东西只有潘生知道 最近政府看得言 程序全线崩盘 需要进行重写 在陆经理的要挟加逼迫之下 潘生只能照做 很快 赵支队带人来到缅北 对主要诈骗人员进行监视 寻找他们的诈骗园区 不久 位置找到 赵支队与当地警察一起 直冲诈骗窝点 然而 等赵支队抵达位置时 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很显然 缅北警察里有诈骗团伙的眼线 这下任务失败 赵支队不得不收队离开 眼看他们的签证 还剩下两天时间 在没有绝对证据的情况下 赵支队几人只能暂时回国 这一趟算是白来了 赵支队虽然不甘心 可也只能选择接受 这晚 赵支队从下榻酒店离开 却被当地居民团团包围 原来 眼下诈骗组织跟当地居民 已经有了利益输送 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居民 分不清是非 认为赵支队等人的到来 会破坏他们的收入 毕竟赵支队一来 那些诈骗组织会选择集体跑路 更换新的基地 现场居民情绪激动 便与赵支队等人发生冲突 他们砸碎车窗 往里投掷 自自然烧平 赵支队等人不得不从车上下来 很快 特警及时赶到 本以为能控制住局面 怎料却让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关键时刻 华侨商会会长出现 稳住大家情绪 这才把赵支队几人救了出来 会长是这片地区的房东 所以他才有如此大的威望 眼看这种情况 赵支队决定先回国 画面一转 潘生之前要好的同事 报平安照片 通过他的六手势 立马看出他遇到麻烦了 这是两人之间的密语 六的二进制是110 通俗点就是报警的意思 同时立马联系警察 汇报这个重要信息 然而 知道潘生被困又如何 赵支队也不知道 对方身在何处 同事又传来好消息 潘生总共发来了三张图片 每一张都比了六 不就是666吗 而且潘生发来的文字当中 也出现三个六的影子 所以说 潘生很可能是被关在 有三个六的地方 赵支队得知消息 瞬间有了方向 他立马开始调查 跟三个六有关的地名 以及门牌号 果然有了发现 诈骗园区附近 有一所学校的门牌号 就是三个六 赵支队随即对学校进行监视 发现这里每天都会订 120份成人盒饭 以及一份馒头 眼看有了线索 赵支队通过大使馆 召集外地警察队伍 准备对学校进行突袭 然而很快 赵支队便发现情况 学校安保措施严密 并且每一扇门上都安装了指纹锁 没有录入系统的人 是无法进入的 强功还不妥 万一误伤孩子 事情就闹大了 因此他们需要一个 能刷开门的人 这时赵支队想到了安娜 后者立即从中国飞到缅北 回到这个噩梦开始的地方 据安娜所说 诈骗组织所定的馒头 是给犯错人吃的 安娜怀疑这个馒头 是给攀升的 于是警察控制饭店老板 在第二天送货的馒头里 放入一张纸条 果然这个馒头送到攀升手中 看完这条内容 攀升立马点火 触动消防报警器 在学校里引起混乱 而赵支队抓住这个机会 在安娜的帮助下 带队杀了进去 很快 陆经理察觉到不对 通过监控 看到了安娜带领警察冲进了学校 下一秒 陆经理怒视身边的阿财 然后低头翻保险柜拿枪 阿财见状 选择先下手围墙 一剪刀直插陆经理后背 陆经理一时吃痛 回身拿枪指向阿财 跟着将手中监控师钥匙 扔给阿财 让他去删除监控 不然被幕后老大看到 阿财注定活不了 陆经理选择放过阿财一命 但他也需要救自己一次 说完这句话 他让外面的所有人砸掉电脑 陆经理自知大事已去 他带着女儿找上攀升 希望对方帮个忙 将自己女儿送回妻子老家 攀升让陆经理找警察 后者表示自己不相信警察 他只相信攀升 很快警察冲进体育馆 将所有人控制住 攀升从狗笼里出来 以女儿做要挟 逼迫陆经理拿出控制系统 终端的手机 里面有所有受害者的个人信息 在女儿的威胁下 陆经理交出手机 赵支队想要技术人员破解 攀升表示自己就是 这个系统一旦输错三次密码 就会自动格式化 赵支队见状选择相信攀升 上前拿手机 就在这时 阿财突然站了起来 朝着赵支队开了枪 但他自己也被身后警察击中 令了合法 原来陆经理吩咐阿财做的事 正是这个 随着枪声响起 现场爆发暴乱 直到支援部队赶到 才稳住现场局势 最终所有人都被压界回国 而阿财射出的那一枪 击穿赵支队手掌 手机并没有大碍 影片最后 攀升将手机解锁 登上系统终端 调出所有受害者信息 以及陆经理下面的 各级部门联络人 至此 这个诈骗集团被捣毁 可惜陆经理背后的人 没有任何线索 攀升将陆经理女儿交给赵支队 由对方将人送到 最后陆经理因犯杀人罪 组织诈骗罪 被判处死刑 安娜又自首立功情节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而攀升则证明了自己的行为 是在胁迫状态下进行的 事后还协助警方 进行了案件侦破 所以不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至此电影结束 片名孤注一掷 一部最新上映的国产犯罪片 总票房达到34亿 从票房上不难看出 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之情 只不过网友对她的评价 也是两极分化 有人认为她大火的原因 是顺应了当下反诈骗的热潮 整体剧情有些偏弱 很多地方逻辑不通 看完本片 的确是有些地方 存在着一些不合理 首先是阿财对安娜的爱 片中没有展现 所以后面放她走的时候 多少有些不理解 其次导演用大量篇幅 以及镜头 展现了顾天之这个配角 拼命为她塑造形象 但后面效果也并不好 大量时间放在配角上 自然也就删减了主角戏码 导致整体剧情有些断层 除此之外 人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那也就是说 像顾天之这种高材生 都有上当受骗的几率 所以说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更需要时刻警惕 身边可能出现的诈骗行径 提高防范意识 不给犯罪嫌疑人 一点可乘之计 当然这么多缺点 就我看来 瑕不掩瑜 这是一部好片子 值得大家花钱观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本人解说的 可以留下点赞关注 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不断更新的动力 让我们下个电影再见